差不多20年的根底做了那麼多年節目去back up的話 你這樣做其實是很反感的 是啊 是啊 很簡單 有個消失了的人以前經常咬牙齒齒 其實很多人告訴我 他這樣其實很討厭 很簡單 大家如果有看《舊世論壇》 你會發覺林依麗不斷側梁美芬 梁美芬是發了火 但是玉敏側梁美芬 梁美芬還要是笑笑口站在那邊給他側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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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因為覺得 喂 玉敏側梁這樣側我算是給我面子啦 側少了你明白嗎 是啊 但是其他人側梁美芬 梁美芬一定會發爛 是 那個樣子就走回 好像是葉劉的廟嘴尾聲都走回出來 當然也要看看不同的區分也有不同 沒錯 講到區的口味又真的不同一點 是啊 沒錯 所以我們都要很多adjust 大家 我亦都要說 很開心見誠說 我們要有多些比較 好像很理論性的東西 講出來蕭生好 甚至我都會 就算我講話一向都是長篇一點 但是呢 講到區呢 會好一點的 其實 千萬不要把自己代入了 那件事 講到區多些人喜歡聽你這樣 沒錯 其實 所以這個adjustment 我們不是沒有 所以你看到我依依這樣 其實是拿了很多時間 慢慢講慢慢講的 是啊 就是有一篇論述這樣走出來 所以有些朋友 他們不是在政治圈裡面 有些認識的那些 會跟我說 其實陳家樂這樣講話 其實是沒問題的 不過是你們太吵了 有時候會這樣說 是啊 是的 所以我們都要在不同的論壇 有不同的adjustment 所以大家要明白這一點 而其實我們經常都講 我們對於向前的發展 或者我們支持度的拓展 的想法是怎樣的呢 其實diehard fans 不用secure 不過呢 就是令到一些中立 或者是 喜歡聽別的那些人 會對人力有新觀感 我自己是這樣想的 是真的 是真的 所以好像阿燦神所說 百貨應百客 記住這句話 這一節是不是差不多完結了 是的 休息一會 回去第三節 我們在城市再問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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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地区发展 监察政府施政 揭露社会不公然 令广大听众 知道九龙区 以致整个社会的真实概放 逢星期五晚 十至十一点半 立体九龙 整个节奏的客人又有广大 助攻方面 似乎老金 有爱做恶比一系统 对以前家族跑长跑的 负势很厉害 什么负势 没有位置 可以吗 瘋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瘋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四场的赛事 谁要看这场呢? 我们真的要看这场呢? 看着走保 逢星期二晚十点 逢星期四晚八点半 天下足球 与大家八尽球弹天下事 好 第二支 第三支 你发漏不知时日过 刚刚播的是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为什么会播这首歌呢? 因为整套发条产 贯穿整套片的音乐 都是来自贝多芬第九交响曲 而主角当他实行超暴力的时候 他腦里也会响起贝多芬交响曲的旋律 音乐部分我不懂评论了 留给刘永评论一下 通常第一个是快版乐章 主题 然后第二个是晚版乐章 可能是优美 可能是很沉屈 很伤感 第三个呢 通常是在莫扎特时期 海顿时期 就叫小布舞曲 通常是小布舞曲的捷拍 但是到后期贝多芬就会选择用一个叫小布舞曲 也是轻快一点 但是有一种跳皮的意味 有一种灰鞋的意味 贯穿下去 当然他在里面 用回这个交响曲的第三乐章 小布舞曲的形式 小布舞曲中间有一个叫中段 就是trio 意思就是他又会转到另外一个旋律 另外一个 mood 另外一个情绪 然后又会转回来 当然也会有这样的做法 刚才那个就是贝多芬的《鞋乐曲》第九弦曲 但是他摆在第二乐章 曾经有讨论过 在文献上 究竟贝多芬决决定 把这个鞋乐曲提早摆 还是摆尾好一点呢 因为贝多芬的第九弦曲 第三乐章才是晚版乐章 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美 很怎么说呢 很深细的一个晚版乐章 最终他决定是他觉得 如果要将一个 变成到贝多芬这个第九弦曲的 最后一个乐章 会唱歌欢乐众那一段 比较好是用第三乐章 一个慢版的深细乐章 变成到第四乐章合唱的部分 所以就决定把这个鞋乐曲放上去 即对比较大一点 对比较大一点 刚才那个就是第二乐章的鞋乐曲 是比较容易听的 因为他起码 其实贝多芬第九弦曲 另外的三个乐章 第一很长的 下落地摆了十五六分钟 这个就十分钟意 另外他始终比较轻快一点 船路比较紧臭 即节拍比较紧臭 船路也比较容易接受 一般来说 如果剪辑贝多芬第九弦曲的段落 除了剪辑合唱欢乐众那一段 即是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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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一直暴力的时候 就会露里面做这段音乐了 当然了 補了两句 为何Stanley Kubrick 他会选 因为当时有访问问他 为何不为这部电影 特意去做一个配乐 是放在这部电影里面 而选择一些现成的古典音乐呢 他的说法是什么呢 无论 Stanley Kubrick 自己说 无论我们的电影配乐师做得怎么样都好 他们不是贝多芬 不是莫扎特 不是伯拉姆斯 由古到今 那么多的管弦乐 为何要用一些不是顶尖的音乐去做呢 所以他就选了一些最顶尖的古典音乐去配下去 而那个化学作用就是令到 那个所谓暴力美学 是得以发挥得淋漓尽致 是 没错 这个是那个 一直的分析是这样的 这个日本动画的最经典 这个新世纪复音战士都是这样的 是吗 就是用了最后的法乐众 是吗 即是当打打到血爆了 那时候就一直播放 那因为呢 尤其是日本人很有趣的 日本人就对这个 那个亏在《伯拉姆第九交润》 commute superior 那这个 para hat 就是接近神话色的崇拜 其實老實說,要怎樣去justify這件事是需要一些比較長的時間去論述的 我們之後有大量的機會,希望有機會我們可以... 可能以後我們...首先人網一定不會倒閉,起碼這件事會壯大 到時我們有一些新的節目可以給我們長的時間去論述一下 古典音樂裡面,音樂室裡面一些經典的作品,包括《貝多芬第九間響曲》裡面 他這個神聖地位是怎樣建立出來的 還有他為什麼...很多故事式的那些是講很多的 就是說什麼什麼,他終於聾了,我要做一些很偉大的作品,這些故事 那這種有趣的東西,但我喜歡從一個比較在音樂史上,在位置上出現的時刻 以及怎樣影響後輩的影響力去探討 這個有機會我們會講一下 都是很數學化的,可以聽音樂 其實也不是的,可以戒開兩個腦子可以這樣做的 這個我們稍後會再講一下 這個就是這個音樂,待會達明會再講一下在節目之後的第三段的音樂 我們不如講一下閒話一點 不如先說一下,下個星期有線的辯論就會出現 那個是Live的 星期一晚是嗎? 星期一、二、三、四、五、連續五天都會是Live有線 第一天星期一就是港道區 在我們主場收盾球場做Live debate 晚上很有意義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出席 黃三軍一定要在現場以最壯大的聲勢 但我們也要以最溫柔、最溫和的感覺 去告訴全香港市民我們是人民力量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出席 所以這是大吹雞,是顯示我們的硬實力 其實一、二、三、四、五都吹雞 我們稍後會稍後會將一、二、三、四、五的有線地點 希望大家可以 新東那支寶林 寶林的寶林公園 而九西就會在大角咀的硬架街遊樂場 在靚寶王後面 沒錯,靚寶王後面 說硬架街球場未必會去 說靚寶王大家就會去 應該是六點的 那個...還是七點 六...不是七... 七點開始,六點是預備的 所以大家都開始... 大家六點左右去到對的 修盾大家都很熟地形 哪裏喝水、哪裏買東西吃、哪裏去廁所都知道 動員支持者,這個是我們強項 這個硬實力 如果你說口試招遊是軟實力 這個是我們確確實實人民力量的實力 其實我們就是要展示給大家看 因為我們跟其他政黨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我們有群眾作為我們最強的硬實力 是的,群眾也可以 把口也可以 我們那個活動模式也是相當之廣闊 亦都是將多支活潑 將多支活動 這樣的 當然有人說提防有人混入搞笑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各位義工多點出來 真心的義工看著的情況 令到人們力量是以最溫柔帶堅定的形態出現 是的,沒錯 現在發展到今時今日 大家都很有默契 亦都開始 因為我們整個選舉工程 令大家close了 甚至是直接認識 以前只是遊行示威 一起call出來 你根本不知道身邊的人是誰 但是藉著整個選舉工程 大家已經結合了一個bonding 所以其實那個人是否對不對路 或者是否真的屬於我們的人 其實現在都很清楚 一看都知道 所以反過來 那些相片混進來的 現在都警告一下你 你不要想著自己那麼容易混進來 你一進來 我們有千百個方法知道你不是的 而且我們感覺到的 你一來的時候 其實我的義工 全部已經是psychologically prepare for這些事件 因為好像上一次民主黨插水事件 其實你說有沒有人很有組織 是要包圍著那些男義工 不要讓他有機會空撞那些男義工 那其實可能未必一定有一個instruction 但是當時大家所sense到的事情 自自然的委屈 那大家的女義工自自然圍繫這條人鏈 令他們不能夠作惡 所以只要我們人數夠多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他們找人來搞事 不是又打工 不是又收錢 難道收你幾個錢一天 就跟你拼老命嗎 所以來說最重要的人多 還有大家是真心的話 一feel到有東西 大家有默契的時候就知道了 最重要是自己 不要激動 其實如果在灣仔 我現在在想像 如果一個論壇 叫馬叫道 癱瘓了灣仔 這件事也很恐怖 都應該贏 都不用說話了 都已經贏了 因為收盾旁邊的馬路 其實就 是很容易失去 是很容易失去 你說跑了三四千人 不是不是 開一兩條行車線 是甚麼事啊 是吧 你說不被人罪嗎 是 看看是怎樣 我們都會預備好的 希望到時會有好的表現給大家看 說一下參加節目緣 可否補充一點 就是地區論壇方面 明天小弟就會去大肯東村 如果你們想 參加甚麼題目 一些深水埗社區的論壇 說一下貧窮問題之類 甚麼要搞的 希望有些 深水埗社區協會 說一下貧窮問題 香港又不是多少 有啊 明天也有 在高階中區的時候 應該有去過 都是說這些貧窮問題的問題 我答應了一個是關於青少年 那直接開我的飯 味道有點不同 因為地區論壇 其實有時可能 那個針對性 就不像上鏡一樣 是 弱很多 有種打拳性 要KO對手的感覺 有時可能 那個討論來說 可能會傾向於比較上 平和一些 而且那個細節 會比較上容易出到一些 當然就是說 希望各個支持者 如果你們 有些時間在附近 就來看看我們的表演 拍片放上網 有啊 婦女論壇都有小弟的片 就放上去 是呀 那在毓民的網上有的 是嗎 可以看一下 好 希望大家都支持 另外再說一下其他東西 包括 嗯 嗯 有一些太... 我們... 大美聯議員有些題目 有一些有些題目 那可以看看 不如谷開來啊 日課那些 我們可能留下一些 在毓民仔場啊 放下一點點說一下 反而呢 我都真的很想說一下 吳靠儀的訪問 是 好啊 是 吳靠儀就在一個 Inmedia 是嗎 即都在... 不記得Inmedia 是 都在獨媒 那他就接受了一個獨媒訪問 其實他... 大家都知道啦 吳靠儀在議會上 做了17年的議員的啦 那他... 決定都不再在這個議會裡面打滾啦 那他就出埋 他任內最後一份的工作報告啦 就叫做Final Submissions的 那他裡面呢 就有長達10頁的timeline啦 那就... 講他的所有的資歷啊 那些東西啦 那其實在獨媒裡呢 那他那篇文章呢 叫做《立具成灰》 所以要有新立 那其實... 《立具成灰》 這四個字好... 好... 是因為其實都幾悲良 因為到最後自己都變成一堆灰的感覺 那所以... 其實他都蓋探議會裡面的情況啦 那樣啦 就是你光就發過啦 是啦 那最後又怎樣呢 那當然呢 有人就看完這個訪問之後呢 就做了一些圖啦 在那裡封存啦 那其實主要... 就是可以有幾樣東西可以說回 recall 回的 因為其實... 在《拉布戰》裡面呢 吳靠儀呢 其實... 是第一個... 就是... 當曾鈺誠決定展報的時候呢 他是第一個衝進議事廳呢 跟曾鈺誠去理論的 因為他認為呢... 就是... 那幾個年幕啊 是啊 其實那個幕都很突然的 因為... 大家都沒有想過曾鈺誠的 突然間要展報嘛 那所以呢 在那一刻來講呢 吳靠儀呢 就在凌晨四點的時候呢 就... 火眼金睛啦 第一個衝進議事廳呢 就跟曾鈺誠去理論的 嗯... 其實他整晚都看著的 是啦 那他就... 亦都蓋探啦 就是爲什麽近年呢 立法會那個的民望是... 就是好像越來越低那樣啦 那他其實就說呢 香港的議會文化呢 在普羅的市民眼中呢 如果不是扔招的話呢 就是什麽呢 就是那些官員啊 或者那些議員呢 就企刀直 就是閉大眼講大話 還有一個殺賴啦 那他認為呢 那這些呢 亦都是說 令到立法會的民望呢 是越來越低的主要原因啦 嗯... 但是最終他的說法就是 有一個... 很精彩的結論 就是覺得... 第一... 嗯... 其實... 議會是需要... 就是一些新的方向 新的策略 是 就是將來新的一個新的策略 因為呢 傳統的做法 其實他都覺得是... 沒辦法做到的 這是第一的 第二呢 就是... 他覺得最終就一定爭取民主呢 是要結合... 群眾 那結合群眾這件事呢 我們已經講了好久了 啊... 也一直在做... 亦一直在做 任務力量就是講這件事 我們其實最主軸最主軸那件事 為何我們要走出這條新路 我們不單止對民主黨背叛感到不滿 我們要走一條新路 這條新路就是我們要在議會中有新的想法 不可以說拉布是否一定有用 都對的,連我也覺得拉布是否一定有用 不是一定的 問題是是否要試新的事 拉布第一次都不合格 最終他就剪了一部通過了體制方案 你可以說網絡23條通過不了 519條拉到了 是因為剛剛好的時機是議會去到尾 如果之前拉布你是拉不贏他的 因為你一定比不過他 可能是這樣 外國的拉布也很多時候不成功 重點就是所謂拉布者 這個是我們要用一些新的方法 用一些開市民眼界的方法聚焦議題 跟釘焦,跟長毛整個旗翻升,氣球升上去 跟大舊殺溪前,其實是一脈雙成的 只不過是大家不喜歡看到那些激烈的事情 我們只是做了一些民鬥而已 其實總的而言,都是要令到議會的政治角力 而在一些很關鍵的議案上的政治角力 要出到回來 要令到別人關注 拉布就更加重要了 因為它令到真正正正是一個議會角力 而且是要用拼命的 我們說釘焦就容易 其實也不容易的,會被人趕出去 但是你要預備這麼多文件 要講這麼久的演說 是更加辛苦,更加困難 原本假設絕食是拼命的 原本被人矮化到現在變成馬拉雄成 變成龍頭絕食 而如果我們有更多人進去拉布,當然會好 但是除了拉布,我們是不是應該再想更多的事情呢 可能現在我們未想到的 我們可以和大家一起想 我們自己也再想 想一些新的方法 令到議會的不公,是要再堅定 最精釋地凸顯出來 或者在某一個關鍵的議題上 能夠聚焦到 這就是拉布和朋友 所以拉布和朋友,其實定焦都是朋友 任何新的鬥爭策略都是拉布和朋友 而我們就是要有一個肯想 做也算了,我們先想一下 而現在那些人,是連想也不會想 還要反過來潑你冷水 是啊 其實你看到在吳可怡的訪問裡面 你會看到最慘情的一件事是甚麼呢 其實他在言談之間有兩個項目呢 他是不太認同我們自己人民力量的做法 譬如說他有句話這樣說的 他認為要建立的議會文化 是不可以那麼 visible 或者那麼戲劇性的 他認為就是 他認為立法會的行政管理委員會 或者秘書處規模 議事規則的東西 可以做到跟外國的先進議會 不枉多樣 是,我很明白的 他不認的 我心裏面我都同意他的 但是現在你沒有一個土壤 給你這樣做 要有個過程 第二點是甚麼呢 他講到關於拉布的時候是甚麼呢 他就說 拉布就不是一個好策略 今年就能夠拉,只是時機剛剛好 自己剛剛好去做就是很慘 是啊 但是他又自己批評自己公民黨 譬如說別人問到他 公民黨是否被人覺得他們很藍血 很貴族式 很不距離群眾近 好像去年的區選成績不理想 那些市民經常批評 說他們太遲落區 或者地區工作做得不夠 而王德傳也是這樣說的 他說為甚麼會離開民主黨呢 就是因為檢討員每次都說 地區工作做得不夠 每次都說這些事情 他覺得很厭倦 但是他亦都肯批評同路人 或者自己黨的人 所以其實他亦都很掙扎 一方面又很難認同我們的事情 但另一方面呢 他又覺得自己有是不爭氣的 所以其實這篇文章你都看到 吳凱怡其實對這個議會 其實是有一點心灰的 他是不是都有點迷惘呢 是很迷惘的 因為等於有些人 他為甚麼不投人民力量 他不是覺得人民力量 這些東西不對 而是他接受 不喜歡就是不喜歡 是啦 他是不喜歡的 就是等於你 等於我們做街站甚麼樣子 就是等於有些人 唉黃英明垃圾 你叫他多說一句出來 又黃英明有甚麼不對 他又走了去了 我明白的 譬如我跟他有些甚麼 我跟他交手不到 當然 但是有幾幕我自己都幾感受心 就是有一次他們走去打鼓 在這個時代那裡打鼓 然後我們一堆人去踩個牆 然後扔飛機 扔到整天都是 有些飛機扔到他們的人 然後事後我又捉住了 他又訪問了兩句 然後他都說 其實你們這樣做是甚麼是好的 我們都明白的 不是暴力的 但我又會感受到他那種尷尬 就是你們整班都這樣殺了 他都會覺得 那我應該怎樣呢 我覺得很多人其實就在這些拉扯裡面 有些人再多轉牛角尖 想不通 就說你們搞民粹 或者你們搞一些是劣質民主 那些甚麼 但如果譬如 某某某某些教會 想得通的人 開通一點的人 他就會 其實他是contain到這件事 但他總是有些位置 他自己over不到 我覺得 他在這個想法 或者看法上 他是給余曰薇進步的 余曰薇很明顯 就是我們踩場 他又是生氣的 我覺得 但是 不可以他就不生氣 但他會有個尷尬 讓我感受到 還有第三件事 令到他最痛苦的是甚麼呢 就是新的政府 新的梁振英政府 其實他覺得很看不過眼的 因為他就說 從來都沒見過 香港政府是這樣推政策的 就算是二十三條 都沒試過這樣隔眼去 尤其是他就說 跟某些高級的公務員說 為甚麼你們這樣做事 為甚麼好像一些法例 去到開花結的階段的時候 例如一手樓 公司法 那你明知可能都過不了 為甚麼都硬是要推呢 那他就說 那些公務員跟他說 公務員就苦勸無效 這個是政治的決定 所以他無論是自己人也好 新政府也好 或者在人民力量 那個所謂激進民主派的路線也好 都令到他無法去選擇 一條他自己的路 所以這個訪民的結尾 亦都是 好似阿瑞士則所說的 蠟巨成灰 其實是一個很悲良的形容詞 很悲良 蠟巨成灰類似乾 是啦 我覺得最精彩就是 他認為未來的路向一定要組織群眾 領悉2008年 民主派以為事情可以在議會裡面解決 但其實不是 公民黨的問題就是有時太過流於發言 有意見 但行動不救 完全中了 這些就是我們的說法 這些就是我們的說法 但是 那公民黨是怎樣呢 那路向是怎樣呢 為什麼我們現在坐在這三個 這三個在這裏 都是專業人士 都應該可以 夠格去公民黨 對不對 為什麼都不加入他們 甚至 不要加入 不加入 你知道他們加入也很難 是啊 你自以為自己 斃斃別人 但我現在在說的是 為什麼我們都不認同他的理念 為什麼要這樣呢 那由我一開始參與了人民力量 甚至做了主席之後 有不少人跟我們說過 其實以你們的背景 你們應該是公民黨的 啊 那這句話我也有聽我說 突然聽說 為什麼不是呢 為什麼不是呢 就是 正是不可以說的 是的 而但是 他們解決不了 嗯 他們究竟是裡面的 即藍血不想解決 還是有很多思想的掣肘 不想解決 我理解不了的 其實 所以 我很希望在這次的選舉 是能夠 對人民力量大勝是第一 第二 就是在這個選舉之後 可不可以解答到這些問題呢 真是有心做的 凡民政黨 老實說 即公民黨在 港珠澳大調官司 外用官司的問題上 我們是從來都和他們 站在同一陣線的 而不是好像公民民主黨那樣 其實不停在背後插刑一刀 其實 然後其他那些民主派 那些獨立民主派 那個好像見雞飛狗爪那樣 好像不關他們的 是我們是會支持他們的 所以我們是認同他們的真心的 問題是 在路線上 為什麼你們這麼蔑視我們呢 是的 為什麼這麼癡之以鼻呢 是的 但是反過來 我們的人 有不少的成員 包括我們幾個在內 其實應該是很適合你們的 為什麼又不加入你們呢 為什麼又不認同你們呢 是不是應該有更加深入的思考 就是究竟 你出來爭民主 其實吳靠儀的說法就是 其實你爭入公民黨想在議會裏面 就是想著這個是一個英國的議會來的 我進去玩而已 我覺得這些系統已經在了 民主方式已經在了 規矩已經在了 很正的了 不會有人超越的 那我就會很乖 很有禮貌 很gentleman 很ladylike 這樣去conduct 一個這樣的 parliamentary session 但是不是 對不起 是不是 他的說法就是 其實他的理想是這樣 我的理想也是這樣的 其實我告訴你 不可以 我的理想也是這樣的 但是現實不是這樣 香港的政局不是這樣 你叫自己做民主派 你一定要有更加高 的理想 和更加高的視野去認清 這樣做是做不到的 其實呢 就是搞笑 真實是有這樣的情況 是甚麼呢 日本的議會都有議員 用奪命剪刀腳 騎著對方的頸 不讓對方動 就是有時候 我們那個 就是對於所謂的 形象的注重 或者觀感的注重 有時候是蓋過了 事情的身相和真理 是的 尤其是我對於 那些人說公民黨是男血 其實我很 就是我很反感的 其實 有些反感 是的 第一 其實你那些是甚麼男血 其實 只是一個律師的專業背景 是的 沒錯 叫做英文普遍 叫做鎖鎖鎖 是的 甚麼男血 其實是一個stereotype 可能也是給了他們一個架鎖 是的 譬如有時候 我覺得自己 譬如在這裡動員群眾 做著遊行的時候 我都會有時候 沾沾自喜 然後心想 其他政黨 你說找到一些我們這樣 會跟群眾走在一起 完全無隔核 其實你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 當然啦 當然啦 所以我是理解不到的 他們那個男血 而最慘的是那個男血 你又不是很正式的 但你真的覺得他是 是的 他也是為了自己設限 是不可以走進去人群當中 而我的問題就是 而加入公民黨的人 或者支持公民黨的人 都是有這樣的想法 你問我 這是他最大的死症 就是支持公民黨的支持者 都要跟群眾 其他的群眾 畫一條介紹 是 這是很可惜的 如果你用選票的考量 令到你自己的路線 搖擺不定 這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沒有辦法啦 老實說 無論如何都可以說 我如果真的有行 在大家的支持之下 能夠進入議會的話 我都會說一句 最可惜的就是 我不可以跟他做同事 是 沒錯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在群眾的場合裡面 其實吳可兒 往往給我們的感覺 就是對我們非常友善 是啊 是最好的 而我也看他的書 是他的讀者 是他一敬佩 他這麼多年 醫生可以看著的 是啊 我是看他的書看了很久 在中學的時候 好 謝謝